今天豪宅玩具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转蛋疗愈婴儿公仔 然后单售价是一组一百块 然后就直接分享给大家看 那时候跟朋友讲的时候 他说这个感觉有点可怕 他说感觉好像半夜会自己在那边爬的玩具 第一个开的是蓝色款 蓝色款是所谓的飞行机状态 他都没有做出真实的兔奶状态 跟扁扁状态 那我个人会觉得更犀虐一点 基本上是还蛮中规中矩的 飞行机是这样子 一种用腹部去着地的感觉 上面让 侧面让 正面脸让 正面脸还蛮可爱的 飞行机 感觉如果把它涂装成超人状态 然后 它就像是一个在飞的状态 对 反正所以谁叫飞行机 然后再次咖啡色转弹 咖啡色转弹 应该这个算是所谓的站立起来 咖啡色转弹 站立起来 起来 所以真的可以站吗 可以 可以站起来 正面脸是这样子 一种在推手的感觉 正面脸是这样子 而且它的笑 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怕 而且衣服 好像都一样 蓝色 转一圈 这是 站立 仰卧起坐状态 然后再来这算蓝 这算蓝色还算绿色 应该算绿色 绿色这一个 这个蛮开的 这是所谓的 坐姿 坐姿 坐姿款 转一圈 底部是这样子 它连那个手臂 那个鸡腿肉都有做出来 蛮可爱的 这是 坐姿款 然后黄色 这是黄色转弹 黄色转弹 这个是 所谓的 婴儿 婴儿爬行 宝宝爬行比赛 正面 所以它的头 头不能转 确定一下 每个头都不能转 每个头都不能转 基本上是固定的 宝宝爬行状态 然后穿的是一个尿布 帮帮式吗 后面这样子 那个 腿的那个腿肉 腿裤肉 够子做出来 感觉这一组就是 半一回在那边 自己爬的那种 就是宝宝爬行 然后最后一个是 白色款 白色款这款 这款我是个人是觉得 真的还蛮诡异的 它 到底是用怎样的心态 去想出 要做出这样的东西 白色款是所谓的 新生儿 新生儿 新生儿侧面这样子 上面这样子 然后它还在吃手指 照理讲 这样子 侧面这样子 然后必须讲一下 像大家可以看到它这种 因为我之前有去看 我妹的那个小孩 然后 我有稍微Google一下 像这种 小朋友啊 他的手的袖子 通常会比手指 就是比手指再长一点 它的原因是 避免他小朋友 手指刚出生 已经有指甲了 他怕指甲去抓花自己的脸 金 或者是抓花自己的皮肤 因为刚出生的小朋友 会开始自己乱抓 这是蛮常见的一种现象 然后 通常会有这种 袖子比较长的状态 或者是说 所谓的 会让他戴手套 这也是我看过人家这样用 这是一个 小知识 对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就是 如果你喂完小朋友 这种新生儿 要掉了 不及格的爸爸 把婴儿摔死 就是 如果你有喂完婴儿的话 记得要拍奶 然后小朋友很容易吐奶 吐出来的奶很臭 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为我之前 爆的时候 疑似闻到 他还没吐 但是我开始听 感觉到他打嗝了 小朋友的嗝 跟那种 我觉得跟刚那种宿罪差不多吧 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好闻啊 题外话 对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祝福 大家都有个快 可爱的小孩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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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